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军 原是贵州的地方部队 其前身为前军第二师 其创始人为王天培 王天培 1888-1927 自职之 昊东霞 贵州天助人 栋祖 王天培早年先后就读于贵州陆军小学堂 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辛亥革命时加入同盟会 由于他智勇双全 在历次战斗中 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身为孙忠 山所弃重 逐渐成为贵州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926年5月 王天培响应国民政府北方号召 率前军第二师从贵州骑江出发 进军湘西 8月 在湖南红江 前军第二师 阔边位国民革命军第十军 王天培任军长 金汉鼎任副军长 高官五任参谋长 周仲良任党代表 甘家宜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下辖四个师 第二十八师 师长王天熙 第二十九师 师长杨胜志 第三十师师长王 天生 教导师师长吴国梁 后称教导第一师 从第十军的高级军官组成看 王天熙和王天生都是王天培的弟弟 可见 第十军的家族色彩极浓 这也是后来第十军在宣称华变的重要诱因 第十军挥师北上 由于王天培善与指挥 一路所向披靡 特别是仅用十四天时间 就取得了徐州大姐 兼敌八万余人 一时王天培名胜大造 第十军也同夜挺的独立团一样 被称为铁军 此时 第十军实力积聚膨胀 以下辖六个师 十万余众 这就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 415反革命政变 715反革命政变后 北伐激进停止 王天培同情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拒绝接受蒋介石捕杀军中共党分子的命令 并公开发表告本军全体武装书 号召停止内斗 坚决北伐 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排除一击 他首先密令停发第十军军饷 再加上 北洋军阀大举反攻 蒋介石指挥失当 终致徐州失守 8月8日 蒋介石殿令王天培赴南京面商机已 随即将其扣押 罗知的罪名是 不听指挥一物战机导致徐州兵败 引兵不报图谋不轨 可扣军想动摇军心 王天培成了徐州失利的替罪羊 9月2日 王天培在杭州西湖被秘密处决 二 第十军宣称华变地经过徐州失守后 第十军退至江宁 当途一旦休整 王天培被捕被杀后 在第十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一时全军上下人心惶惶 高级将领们开始分化 各打算盘 击途另谋出路 第二十九师师长杨胜志 首先抱上了国民革命军带总司令和英亲的粗腿 被任命为第十军带军长 原部署前军系列的教导第三师师长潘善斋 军职教导团团长雷英吉 均脱离第十军而去 杨胜志任代军长后 及不动声色的逐步排挤元首王天培的亲戚 从而引起了王天培的弟弟王天熙等人的不满 第二十八师师长王天熙 第三师师代师长罗启江 及军部军械处长周志群 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甘家乙等决定前往江西投靠朱培德 十一月初 第二十八 三十师 南下到达宣城 坐短期停留 分住各处民房 由于军饷缺乏 他们要求宣城县政府供给军饷一万元 这么庞大的数字 自然遭到宣城县长孙传圈的拒绝 此时 第二十八师警卫营营长沈一鹏被何英亲以重金收满 要他寻机刺杀王天熙 沈一鹏不忍 下手 遂密报王天熙 王天熙大为恼火 却又无可如何 从此开始心灰一等起来 也就无心管束不下 十一月十三日中午 第二十八师第一 三两团 第三十师第二团突然划变 首先开始四处抢劫 一时枪声四起 子弹横飞 商民猝不及防 听其哀号强弩 并枪毙商民三人 同时 部分第十军官兵开始围攻宣城县政府 将库款洗劫一空 并将监狱中的囚犯全部放出 直到傍晚 眼见抢屋可抢 这场洗劫才基本结束 滑遍官兵呼叫而出东门 双桥镇又遭蹂躏 烧杀银绿 彻夜不停 凡大街商店 小巷穷民 皆被监屋烧录 无一人不损失 无一家能幸免 午后三时许 第十军士兵数十人 冲向宣城县监狱 向监狱铭枪拥入内 破门扭锁 解放已决犯十六名 未决犯三十四名 安徽高等法院承报宣城县变兵劫狱人犯 扑桃办理经过情形由 司法公报一 九百二十八年第四七十四日晨 第十军到达永宁镇 集孙家部 十五日到水洞镇 第十军官兵仍然是如法炮制 一路扫荡而去 秋毫不移 一时天昏地暗 惨目伤心 谢 闯之行 无此残酷 成空前未有之浩劫也 同沁害王天培被害后的申诉 与十军官兵去向 隐宣城县兵灾临时其阵术语 前东南文史资料第九集 三 不了了之的结局 第十军的滑遍细节 给城官 双桥 孙部 水洞四镇造成重大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 初步统计在一百万元以上 同时造成商铺卸业 人心恐慌 社会混乱 影响极其恶劣 事后 宣城县政府及组成宣城县兵灾临时急阵处 一面抚慰受害百姓 一面电告国民政府 要求国民政府训与通电独角 严惩祸首 以血沉冤而申军纪 并责令时军赔偿 不胜迫切待命之志 同时 电告辉宁旅户同乡 会予以声援 双桥镇灾民代表查洪主 牛木齐等一组成了五千四百人的 宣称兵灾善后宣会成民众军灾请愿团 呼吁国民政府派大军独角 则令该军长赔偿损失 抚恤死难家属 并求颁发急阵以记载里 罪魁祸首周志群等 也不断电告国民政府为自己辩解 将滑遍洗劫的罪责 推卸到少数人身上 为在宣城出发后 裴正新二八师二团团长 并有少数部队乘机滑遍 在宣城附近一带字意骚扰 蹂躏地方 同时假惺惺的自责 是群驾驭无方 离子巨变 凶耗传来 心伤如鸽 然而此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内斗尚且不暇 哪还有经历过一道小小一个地方民众的死活 国民政府 中央军事委员会 虽然也象征性地发出通令 要求各地将王天熙 罗启江 甘嘉义 王天生 杨立生 张运良 周志群等一瞻肇事者拿获归案 结果 却是无一人落网 无一人被严办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被周志群等出卖的第二团团 常陪正新不久 吉荣升为第三时施施长 可见 国民政府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所谓通令 完全是一张空令 只是为了呼怒宣承百姓 欺骗社会舆论而已 第十军经宣承南下后 命令南行 群情涣散 斜谢前逃者 不可遏制 亦经堵截 亦亦散扬 除溃散者外 其余官兵大多投靠了朱培德和白重洗的部队 1929年 由于在山东战场对贵戏作战不利 第十军番号终被撤销 虽然此时的第十军 早已不是原来前军的第十军了 作者戏宣承是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宣承是作家协会理事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